天蝎座的朋友大家好,很久没见 那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如意即享 上阵或者是太阳天蝎座的朋友在这个农历的正院里面呢 其实那个运势挺像处女座的 但是处女座的,他们收到是一个消息 他们要去处理,处理 那你们天蝎座呢,就是说你们会有一个机会 一个来得很快的机会 尤其是双业合作的机会 做生意的机会,或者是旅游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们不去争取的话 你们不去,就是慢慢来的话 那你们就会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一期里面的那个提点 还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要宣布一下 就是说呢,从今以后 每一期最后的六个星座 那这一期就是,就是狮子座 天秤,天秤,李门,射手,还有摩洁 那我在最后的六个星座里面呢 我就不会详细的去分析那个星图 就是那个形象 或者是去讲 就是很渗入的去讲一些 张性的那个理论 那我就可以就是把那个video的程度去减短一些 那所以就是我,我近期我不会再跟大家讲 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什么星在什么位置,什么角度 我不会再讲,OK 但是,大家可以等一下吧 那在你们的case可以 可能就是三个月,三个月以后 就到你们,你们就开始可以听见那个理论,OK 那,对啊 所以这一期你们自己做东西要快一些 因为那个机会来的快,去的也快 那如果你们不去珍惜的话 这个机会就会白白流走咯 对啦,所以,对,就是这样子 那,我在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